现在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 我这现在早上一醒吧 就浑身汗 那你就别盖棉被了呗 不是你说这话意思 我傻呀 那大夏天我盖棉被 我都开窗屋睡 我这是火力庄 那你就多吃点这个西瓜 去去火 何止吃西瓜呀 我还吃血糕 我喝冰冷饮料 我吹风扇 我开空调 你这是奔着感冒去了 不是你这些吧 我还不解恨呢 最近我听说怎么 这市面上流行一种叫 防鼠降温神器的东西 这一听神器啊 我心里就没顶着 据说这玩意儿 小巧玲珑随身携带呀 让你顶着太阳 那也敢随意出门溜的 咱们一起来看看 日前记者在很多商家的门店里发现 店主都在显眼的位置 摆放了这种带风扇的正阳帽 这种正阳帽除了具备防晒的功能 还自带一个小型电风扇 开到最大档的时候 你可以立刻感受到一股凉风袭来 正因为具有这种快捷的降温效果 他受到了不少市民的青睐 今年刚出来的这款 那个风扇帽比较受欢迎 卖的挺畅销的 就是说大人小孩都喜欢 各种各样颜色都有 像这款风扇帽分为三个档 还可以充电比较方便 一天内能卖个几十个 记者上网搜索发现 网上这种带风扇的这张帽 价格大约为几十元 但是卖的特别火 这不小李最近就在网上买了一顶 但是因为长时间使用帽子上的风扇 他最近总感觉头疼 因为近期也有在运动 运动完我带了一阵 就是风可能对着脑门去吹 就吹过会不舒服 最近就是头会有点痛啊 或者一些不舒适感 医生介绍说 每年夏季 因为不当使用空调 风扇等降温设备 造成肩颈 关节 面部症的患者并不少见 特别是对于老人 小孩等身体抵抗力较差的人群 即使是这种功率较小的风扇 如果长时间对着面部持续吹冷风 也会造成该区域肌肉 神经受到刺激 给身体健康 带来危害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 夏季防暑降温 也要注意方法方式 适时 适度 适量的使用空调风扇 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对着空调和风扇吹冷风 一般以一次吹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为最好 对于老人小孩 以及一些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来说 电扇使用更要缩短时间 最好是吹吹停停 再出一啊 就真凉凉了 你看啊 咱这个会员小蕾说了 这个纯属是噱头 商家就加了一个几块钱的小电扇 就能把这个遮阳帽的身价抬起来 我可不上当 聪明人的兄弟 你看这个会员小童说了 这玩意我带过 外面热里面凉 冷热不均 时间长了 脑瓜的不舒服 该说不说吧 这个电扇跟遮阳帽重新组合 这也算是一种创意 但是专家的话咱也得听啊 你说不然光涂凉快了 这一天下来眼歪嘴斜的 那就不美了 这个吧 其实跟长期开空调睡觉是一个道理 邪风入骨 隐患太大 所以说呀 还得是心境自然凉 对这个新鲜的消除降温神器 谁还有什么使用过的经历 或者你有什么降温的小妙招 可以通过咱们的会员平台 分享您的经验 然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